I like Radio 中國的新網 起立世界 我是秀員大牌 歡迎各位再次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今天很熱鬧也很好玩 而且非常精彩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兩位非常年輕 但是非常有活力 而且最重要是他們其實對這份土地有一個特別的愛 那就是我們的花蓮履時護照 其實一位是創辦人 發起人 是花蓮履時護照的發起人 阿凱 阿凱你好 嗨 大家好 俊仁姐好 還有另外一位其實是我們的中廣前同事 然後現在是創意顧問 對不對 阿凱 嗨 俊仁姐好 大家好 熱烈歡迎兩位非常年輕可愛的好朋友 那其實我自己就是因為 要謝謝夏韻芬 夏韻芬介紹了我之後我才知道 你們有一本這麼精彩的雜誌 而且有發行這個花蓮履時護照 真的對我們喜歡玩的朋友來講 實在是太有魅力 太有吸引力了 而且已經第八期了 我為什麼會在第六期的時候才認識你們 沒關係 俊仁姐每個時期都有 最好的相識的一個緣分 什麼叫沒關係 你們不是這一期最後一期 其實現在正在預購 可是也同時要宣布準備停刊 但我覺得這期也真的是超級好看 如果說現在其實它書架上都已經 開始鋪貨了吧 主要就是 我們主要現在是 我們都是這樣的方式 我們是用預購的方式 像預售物一樣 因為我們是自費發行 所以本身就沒有一筆經費 專門在做這個 自產自銷 所以我們只要打花東這個時旅護照 花東旅食護照 然後旅行的旅食物的時 可以到官網上面去預購 第一個其實是這本雜誌 我覺得不管是排版也好 照片也好 然後內容也好 真的對於喜歡花東的朋友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guidebook 而且它其實是裡面很有故事 就是它不是走馬看花的這一行 就是每一個都有一個 讓你其實可以覺得 又更深入的去理解 這塊土地為什麼吸引人的理由 對不對 然後這本是你們以前都會夾雜 這本旅食護照嗎 對旅食護照都會附一本 我們叫做花名冊 就是有1700家那個花東的小店 還有那個就是美食啊 那有沒有花花漂亮的小姐 沒有沒有沒有 好的花名冊 不過這是開玩笑 但這個花旅食護照的花名冊 其實真的 這裡面告訴你各種好的民宿 各種美食各種創意 然後各種就是你想要去理解的 比如說哪裡吃海鮮 然後哪裡會有冰果店 然後這些部分 好詳細耶 這裡總共有多少家的資訊 大概就1700多家左右 有1000家店家 然後700家附屬業者 OK 我了解一下那個阿凱你是創辦人嗎 超市人 你當初是什麼樣的一個理念 開始創辦這本雜誌 其實我們本身是民宿業者 然後我們在花蓮的副禮鄉 就是每年夏天有那個金針花 六十單山的三角蝦 對 我也去過六十單山 我怎麼沒去你家民宿呢 下次去 下次可以 下次要來 一定要來 雖然雜氣 目前就是短時間短暫的是最後一期 但是未來我們還是會有很長遠的計畫 對 所以歡迎大家去找阿凱 沒錯 我們當時是因為開民宿 所以很多客人來的時候 會很需要一些旅遊的資訊 那這些旅遊的資訊 其實大家如果玩片花東 可能一兩次以上的 他們可能開始進入到 那種不想要走馬看花的 深入一點 對想要深入一點 那你要深入一點的話 你就必須要跟在地人做接觸 在地人會告訴你很多秘密 那我們所謂很多秘密就是 可能譬如說哪一間玉裡面好吃阿 或者是哪個地方是一個我們 可能小時候常去玩水的地方阿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阿 哪裡有故事阿 對或者是哪邊的人 他是很有故事性的 對 那開始很多人會想要往這邊去了解 所以我們就 因為民宿業者需要這樣的資訊 我們就開始一直去 那是多久以前 可能是五六年前有了吧 對 然後我們開始就會去收集這樣的資訊 嗯 五六年前才出八期阿 嗯 一年一半 我們一年只有一次啦 然後如果中間不小心 資訊量比較龐大的話就會兩期這樣子 可是秀仁姐你要知道 他們是兩個人 真的齁 起了這個頭 另外一位是曲歌 兩個人開始做的 然後後來把一拖拉褲的人拖進來 變快二十 對包括我 我是被陷害的 受害者 但是我覺得你們好開心喔 你們合作的好愉快 雖然有責任對不對 然後雖然有一點壓力 但是我覺得這是看得到的一種就是歡喜對不對 對啦我覺得風應該有個程度啦 但就是一直建立在裡頭 因為其實像阿凱他們講的理念真的不是一個口號 像我們真的一分錢都沒有理念 可是做這件事情乾脂乳儀我覺得好可不 這樣你吃得飽嗎 到民宿去吃飯 就吃他們啦 對 民宿吃什麼我們吃什麼 但我覺得其實這就是一個理想啦 就是當初其實阿凱你為什麼會想去開民宿啊 你是被花蓮這個美好的土地吸引嗎 其實是因為小時候就在那邊出生 OK 然後我也是在北部工作 就是在北部住了大概15年左右 15到20年 15年左右 然後我一直很想要回家 對 那回到花蓮的方式 可能就是你家有地的話那你就可以務農 或者是花東可以從事觀光業嘛 那要不然的話你就從事觀光業 那在我回來之前呢 我們就跟父母討論就是說 爺爺有留下來的一塊土地 以前是耕作的 但是因為現在就是我們後輩 大家都到外地去工作了 就沒有就荒廢了這樣 那我就跟父母親說 其實我很想回來 那但是就是回來的話 要耕作的話那塊土地又不夠大 所以可能養不活我 那我可能唯一的方式 如果光是賣米啊 賣一些那個植物的話是賣不出來 對因為不大啦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因為那時候的母親 她有經營另外一家民宿 所以我們本來就有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那就想說 那我們就在那邊 另外再蓋一個民宿這樣子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有機會可以返鄉 不然我真的在外地真的 老實說 會一直很想念家鄉那塊土地 別說你想了我也想 雖然不是我家鄉 我也想去花蓮桌 對阿 薛媛姐我去年啊 平均一個月去一次 每個月喔 那個時候你已經陷到她的泥沼裡了嗎 你就知道我的伙食費很大 開銷很大 因為我是一個不喜歡旅行的人 可是我覺得跟她返鄉回去經營民宿 跟花蓮女士護照 其實那個價值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前陣子才討論過這一題 我就說你跟你老婆在北漂的時候 其實你們年薪已經是 我認為已經是人生勝利主了 那你為什麼要回去經營民宿 每個人都覺得民宿好夢幻 而且民宿如果是照我們理解的人 就是好辛苦 沒錯 因為我幫她拍過一支 就是到他們的低調民宿打工換宿 很多事情要忙耶 那你從早到晚 而且什麼都要要求 你比如客人開始吃早餐 然後換床鋪換棉被打掃衛生 然後各種的那個就是 帶他們出去要尋尋尋法 問水 問渋流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民宿 我以前也想看民宿 我看完了以後 我就很快的就聰明 我們去住民宿就好了 去住就好了 就是他這一本雜誌 我也是一開始都覺得他們很瘋癲 兩個人 然後一起做 自己排版 自己去串聯店家 挨家挨戶的 去跟他們聊天 從無到有 然後當時候我第一期來第二期我還笑他們 他們好意思稱他們是雜誌 他根本是DM而已 貪開一個DM 總共幾頁而已 然後後來變成你看這厚厚的一本 我覺得這本的雜誌就讓我感覺上它的質感好好 其實我最近一直在訪一些旅遊雜誌 我們有什麼旅讀啊 然後有天下雜誌的那個就是行片天下 然後有這些部分都有 但是我覺得這本書也真的是非常的認真 而且他有很文青感 沒錯 大家看在他們吃了很多的葉黃素 因為對那個叫稿叫到眼睛脫窗 所以趕快來預告一下 而且我覺得這一期其實他應該會賣得很好 因為他這一開始的封面就是兩隻小動物寵物店長 我其實一開始被這一期吸引的時候也是看這兩隻 因為我們要兩隻狗兩隻貓兩隻鳥 然後我一看到有這個主題 然後我又發現其實台灣有很多的地方其實不太方便帶寵物 但是花蓮是一個好特別的地方 而且花蓮其實很多的店家 因為大家的空間都比較大 所以有很多的店家其實是可以養一些寵物的 而且他們也不排斥 像你看低調民宿有11隻貓 然後區哥的民宿有一隻狗 然後還有那個狐蒙 還有蛇不是 還有蛇 對而且他們那邊的貓 我是一個很不愛跟動物親近的人 他們貓好黏人好像狗狗 會跟著你散步 會跳到你的大腿那個塞奶 會騎奶 對 你要跟他拍拍他的屁股 然後從此就是你了 你就別走了 沒錯 所以我們才會發想就是說 其實東部真的很多店家是寵物友善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就有一個很招牌的店主 那其實現在認識你們雜誌的人多嗎 因為你們剛剛其實都講說線上預購 我們其實真的很希望說大家都能夠認識你們 因為我覺得你們可能是帶領了一個台灣旅遊的先去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動作 然後把一個地方繪整的很有邏輯 然後很有系統的 讓大家其實玩的時候可以很開心 像我之前其實我以前去的時候 我不認識你這本雜誌的時候 我都要打聽哪裡可能好玩 哪一家可能好吃 但是就是可能那裡好玩跟那裡好吃 你就要花很長的路程 所以他其實沒有一個邏輯性 對 所以我覺得你們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先驅 就是讓其他的縣市或其他的地方 都可以有個很好的榜樣 但我覺得我們是不是也讓聽眾朋友們 更了解一下 你們其實這個部分真的做得很好 現在有多少會員 好像粉絲業就已經有三十幾萬了 沒有沒有沒有 兩萬多 而且才成立八個月 那個 你看他畫我圈圈 你懂是什麼意思 要記廣告 好啦 就自己人就特別懂 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一首黃界跟舒米恩的 《一路向東》馬上回來 中華流星王 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非常可愛的現場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花蓮旅食護照的發起人 也就是阿凱還有我們的顧問阿松 其實兩位年輕人對這本雜誌都可以投注完全的心力 但是這本雜誌只是一個牽引對不對 就是牽引大家跟花東的感情 所以阿凱剛開始的時候其實他自己就兩個人嗎 你跟區區的 我跟另外一個夥伴他也是開民宿的 他姓區區園的區 當初你們在整合這些就是這麼多的店家 現在已經有1700多家的這個就是民宿或者是店家 你們在整合的時候有碰到什麼困難嗎 然後大家都會有沒有說這兩個笑話是要做什麼 對其實剛開始大家都會 那個眼神 你傻了吧他說 對 我就是這一生阿 就是在這一段期間其實還蠻常 就是感受那種被拒絕的感覺 對有時候我們去去訴說或者去討論 或去散發我們的理念的時候 然後有些有些的店家他會認為說 其實很多人都做過了 對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那為什麼你要做 對那為什麼我要 因為前面的人沒成功 對那為什麼我要跟著你做 對然後 而且有什麼好處 對然後你們又沒有政府的經費 你又沒有拿經費再自費 然後你們到底要要搞什麼鬼 對然後所以其實 會常常這樣遇到這樣的點家 但是老實說你看那一千七百多 所以我們是去接觸比他龐大好幾倍的點家 沒錯 就是那些已經拒絕的 或者是現在還沒有進來的 就不知道有多少 其實我們想一想也對 因為我們其實還沒做出 沒有一個名堂的時候 沒有什麼話 從無到有的時候是最辛苦的 沒有話語權 那所以大家對我們來講 信任感也不會這麼重 那一直到我們走到 今年這樣子 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店家 他們是非常理解 我們要講的共好這件事情 那所以彼此之間就會比較 密切的聯繫交流 然後大家開始會去想一些 怎麼樣 大家讓東部這個旅遊環境更好這樣子 好所以其實今天我們邀請兩位來 也是有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有在未來的這個 共好的價值上面再繼續努力 不會因為這次的花蓮大地震 然後會有所影響 但是花蓮大地震確實打擊了 我今天看到又有一個就是有個餐廳 Mr.Sam是不是 然後他也是 他也是我們的店家之一 所以這次的地震對大家造成什麼影響 然後對你們有什麼影響 為什麼會要暫時的停刊 其實我們就是暫時停刊 跟地震是沒有關係的 那因為我們過去幾年整個東部 從就疫情開始我們遇到疫情嘛 然後再來是兩次大地震 然後一個很嚴重的颱風 對所以其實花蓮的店家在過去這五年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然後我們在產出這樣的旅遊資訊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 去做一些材料的收集 跟一些溝通的成本 那一直到現在我們 我們就會回過頭去想說 我們當初講的共好的初衷 其實是實際上要跟著店家一起去做的 沒錯 而不是他們兩個一直牽著 對而不是我們兩個一直出來 跟大家講說共好是怎麼樣 共好是怎麼樣 大家都要有一個向心力 就是一起努力 沒錯 所以我們才會決定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放在這個部分的比例會變小 也許明年也不一定會有什麼樣的東西出來 但是我們規模不會這麼的大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放緩腳步 重新去思考說 這個共好的價值不是我一直去提倡 更像是我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相同價值觀的朋友 大家一起來努力會更有感 對像前陣子我們就在低調民宿 搞了一個花東旅行護照的Party 那把這些我們的好朋友店家邀來 其實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見面 我就開玩笑跟他們說 今天是網友見面會是不是 對可是大家互相見面又有那種熟悉感 因為平常我知道你是賣什麼的 你是誰 可能聽過但是就不知道本尊是誰 對因為大家平常各忙各的 可是那個晚上我就跟他講品質好好的一個晚上 大家玩得很開心交流得很棒那個能量 而且最重要是你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共好 就是大家的心都在這裡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凝聚一股力量 然後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讓大家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讓大家在經營上面 最少我們客群可以互相share 你的好的客人可以介紹給我 我的可以介紹給你 你看整個從花蓮頭到台東尾的距離是這麼的長 然後大家要可以這樣做結合 需要有一個人去做這樣的東西 去整合然後去牽線 但是你們現在已經做得非常好了 但我現在其實想要呼籲一下我們的聽眾朋友 就是他們的努力其實我們是可以看得見的 雖然有點可惜就是008這一期 這是正好要發的時候 然後你們就要停刊了 正在預購可是也準備停刊 但是我覺得這一期如果你預購下來 你絕對不需此行 因為為什麼 就是他們現在這些東西可能很多裡面都是永續的 就是他的給你的資料是你隨時去花蓮 你都可以用得到 隨時去台東你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這本其實真的非常有收藏價值之外 花東履時護照的這個就是剛剛說花名冊 這本花名冊一定要好好的收好 其實這裡面也許店家會不定期的 可能會有一些削減成長 但是總不會一千七百家都有變化 反正你找不到你這個就是介紹過以後 你就可以看 到底怎麼樣去尋找我心目中的花冬 沒錯 像我姐姐每一次回來就是她就吵說我要去花冬旅行 我說你知道很難去嗎 要坐火車呢沒有高鐵 但是雖然路途遠 可是每一次去回來以後的那個心靈還有那種旅行的感受都讓她想很久 我覺得尤其是對世界各地現在對台灣的那種旅行的這個就是印象裡面 花冬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 所以如果說大家其實有興趣的花冬旅食護照 這一個就麻煩請大家上他們的官網 直接在官網上就可以進行預購 旅行的旅然後食物的食花冬旅食護照 而且這本護照的那個封面好可愛喔寵物店長 一隻賓士貓對不對 一隻阿柴對不對 然後都那個就是橫梅樹木是誰畫的 這個也是跟我們在地連結 就是我們在地的一個年輕的設計師 他好有才耶畫得好好 然後我們請他幫忙設計的 那其實這兩隻寵物也是 那個貓是我們家的啦 是你們家的賓士貓喔 因為他平常臉本來就是賊賊的 所以他把它畫成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阿柴啊 他前面不是掛一個牌子嗎 超愛睡 他其實是獄裡有一間很有名那個橋頭臭豆腐 他們有時候假日會把他們的柴犬放出來 然後會掛一個牌子 牌子前面會寫說請抽號碼牌 他是店長的概念 然後有時候換一下就是請餐具請自行回收 真的我覺得那這樣子人家小動物在這裡的時候 就特別療癒嘛 然後大家都願意聽話 然後也沒什麼人好吵 你叫我回收我就回收啊 你不能跟個狗吵架跟貓吵架對不對 然後待會我們就來好好聊一聊 就是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資訊 我們先來聊這個寵物店長的part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文流星網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回到今天我們花蓮旅食護照的創始人 也就是發起人阿凱還有我們可愛的顧問阿松 來歡迎兩位 然後剛剛我們其實特別提到說 大家就是很多一群年輕人 其實你們在這個節目一開始 這個雜誌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就有一個就是群像 沒錯 然後阿凱是發起人 然後還有發起人屈一鳴 那文案創意顧問是李林松就是阿松 那請問顧問你在做什麼 顧什麼問什麼 就是出一張嘴 雜誌上面的一些文字啦標題啦 或者是他需要我幫忙潤潤搞的 或者是說關於行銷上面的一些概念 比方說我就跟大家說 有很多好朋友店家其實都在做吃的 其實企劃行銷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也只是貢獻自己的那個 畢竟我們吃他們的飯 貢獻自己小小的力量 但是要用你的know how來交換 對我就說你們每個好朋友做的東西都各有特色 那有沒有可能crossover 阿凱自己做那個義式手工披薩 我說你自己研發口味很重要 一口手工披薩 我自己蓋了一個披薩的窯 你怎麼沒有帶披薩來 你怎麼沒帶披薩 太重了 他自己看youtube然後學蓋一個窯 你說這男人是不是瘋了 這男人太全才了 沒錯 要不是我比你大了一輪兩輪 那我一定要嫁給你 然後就說你自己在研發口味 我們有一些好朋友在做吃的 他本來就我們也很愛 你跟他放到你的披薩上面 看有沒有可能結合阿 對阿對阿為什麼不能 有阿所以他做啦 而且賣得很好 所以這也是共好的一環 你以後要不要走狗狗掛牌 請牌隊抽號碼 我們應該是放在貓上面 你放在那個賓士貓對不對 但我覺得其實這些想法都非常可愛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大家其實了解到說 我們有一本這麼可愛的刊物 而且我現在其實以前沒有 就是上次在運分的節目門口 我跟阿凱碰了一下面 然後阿松是以前在中廣的時候 我們是聊過一下 但是我現在覺得跟兩個年輕的 就比我們年輕很多的年輕朋友 然後他們的新的那種理念 跟他們對於旅遊環境的這些認識 我就覺得跟你們聊天的時候好輕鬆 就感覺上我們好像已經在民宿裡面 坐著聊天了對不對 其實就來個披薩多好 是不是 現在馬上去考 所以那個就是FU 其實我覺得其實大家到花冬 我以前也很喜歡去花冬 我前段時間接受了一個 那個就是樂靈生活的邀親 我很討厭這兩個字 但是其實就是我們也大家都去了一趟花蓮 我真的覺得花冬一帶那個好山好水 但是你真的要知道好資源在哪裡 怎麼玩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這一本真的就是非常實用 所以我們也提醒一下大家 現在你們一次發行多少本 會不會覺得我們今天呼籲完了 我們收聽力太好了 沒有很多兩千多 但是我們還是會有一些公關的就是要處理 所以可能會剩下 可能就不夠 對可能就剩下一千多這樣子 好那如果今天前台灣的朋友都聽到了 請趕快上官網去支持一下他們的夢想 我覺得年輕人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而且是對自己的土地這麼友善 然後對自己周邊的環境都那麼不自私 對不對就是我好你才會好 我以前常常不了解說 為什麼一家賣珍珠奶茶的隔壁來一串都是賣飲料的 大家都是這樣 他就說因為第一家喝完也許第一家排隊 他就會到第二家 那第一家賣不過來 他會跟你講說第三家的也蠻好喝的 所以這就是共好 對不對 就是大家一起來繁榮一個區域 他就變成珍珠一條街 對不對 或者現在其實就是像你們 把這個地方花東整合成一片樂園 對吧 其實我覺得 因為那個我們好像活在一個公立的世界很習慣了 所以你說 都自我保護 對一本雜誌 你說他我們真的是他們自費 然後沒有盈利 你覺得有人相信嗎 但我們反而就是因為希望這個價值可以提倡 然後其實就是想要傳遞所謂的共好 他真的不是盈利上面的事情 賺錢每個人都要賺 可是那個價值那個故事 賺錢是在後面 對 我們先蓋起一部就是一個就是康莊大道的橋 讓大家走過來 對 然後其實你看這個就是台灣自己的寶藏 就像修緣姐講的世界的景點就在花東 然後其實你帶著這一本 我常說花東女士護照就等於是在地人 這本護照就是在地人 沒錯 他照著你走跳花東 對你不用你不會踩雷 你跟著我們的花明冊和這個雜誌去玩 如果你踩雷麻煩你去找 第一條民宿洋場開 去找他的賓士貓 然後他講說你爸爸 你爸爸 好啦你爸爸很努力 但是我們其實真的講到這本雜誌給大家看起來的感覺 就是他很年輕 然後他充滿了活力 然後但是他又很誠懇 而且裡面有年輕的秀員姐 什麼叫年輕的秀員姐 第五頁 你會不會聊天啊 這是我才照的照片 什麼叫年輕的秀員姐 好啦好啦 那今天就不打你的屁股了 那我們仍然來聊一聊這本雜誌上面 其實非常可愛的寵物店長這一個帕 好了 為什麼花東的人都特別喜歡小動物 其實台北也是 但他感覺好像大家沒有空帶出來 或者是說你可能只是在某一些的寵物的環境裡頭規矩好多喔 對 是不是 因為基本上我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在東部主要是空間很大 然後環境比較友善 所以家家戶戶尤其在鄉下 其實家家戶戶都有狗狗貓貓 對阿貓阿狗 然後所以我覺得那個 是生活當中的一份子 對他們就是本來就是在我們生活裡面的 對 本來可能也是人家的territory 是 然後其實像我們家大部分的貓 我們都是用放養的方式 喔真的喔他們自己出去隔壁料理會再回來喔 是是是 喔這麼安全喔沒有人會讀貓讀狗喔 在我們那個區域不會啦 但是我聽說有少部分的地方還是有可能會發生這樣子 但現在的狀況是比以前好很多 那我以前也有養過室內貓 在兩鄉比較之下我發現放養的貓 我感覺它比較快樂 是確實是 對它的那個表情還有它的那個肢體動作 跟那些我覺得他們好像就是一個一個 處在真的天堂的感覺 處於他們的世界裡 對他們世界的感覺 他們世界裡的感覺 然後有些人可能開車到東部也會發現 為什麼狗都躺在馬路中間不走 因為他們覺得安全 對因為他們覺得安全 然後也許他就慢慢的爬起來就到旁邊去這樣子 低調民宿的特色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低調呢 你們現在總共有幾個房間 我們這個房間很少 是不是你不想賣了 特別這樣講 房間很少 也不是啦 因為其實 凡事都有它的 像我們這個行業還是有它的淡季跟旺季 那有時候你如果真的多的時候忘記你也做不起來 沒錯 對然後 所以就低調一點 反正就是五個房間一定都賣得掉就好 對然後自己生活可以過得去 因為這才是我們返鄉的目的啊 我們如果今天要賺很多錢 我們大概就不會回到家鄉裡面去 對我那時候也很好奇就是有一些小店啊 其實他這個生意都天天排隊 但是他從永遠不開分店 為什麼因為他覺得我夠了 我覺得這種態度是其實是我們現在的人都應該要學習的 對而且你看喔 在地的有一些像比方說舉例浴裡面啊 他是專門選在廉價的時候店修 因為熱鬧他不做 對就是沒有他沒有在他只跟著他自己的schedule 我今天想修老娘就是修了 有沒有再管廉價 對有一些店家為了賺錢就廉價嘛 對不對要賺錢嘛 太多很有個性的店 是我們值得去學習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生活 就是生命的道理是在 我過我想要的日子 跟我享受我現在的環境 而我不是因為某一種目的 就是把自己累的半死 結果我的品質一點都沒有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繼續聊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中國流星王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多回到今天 我們特別邀請到兩位非常可愛的朋友 花蓮旅食護照的發起人阿凱 還有我們的這個可愛的創意顧問 也就是阿松 那麼我們其實聊到這個花蓮旅食護照的這一本書 其實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它很生動 它就是像一個花蓮跟台東朋友的生活 歷歷地呈現在你面前 如果你去花東旅遊 歡迎加入我們的家庭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不是客人 你是回家等那種感覺 兵至如歸 對吧 那我們特別 你們家的貓是做什麼工作的 它負責代課嗎 其實我們剛開始養貓的時候 其實他們主要的工作 我們還是依照那種鄉下 鄉下老一輩給我們的觀念 就是他們要抓老鼠的 老房子都有老鼠 對 就是我們那個大自然環境什麼都有 蛇啊 山腔啊 野兔啊 老鼠啊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養的貓的數量大概 就是到了大概十之上下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自己住的地方沒有了 他們還會去外面抓回來 貓的報恩 貓的報恩 我們家是抓了八哥送到我的枕頭上 我說你太客氣了 很可怕 然後還有這個柴柴店長 然後魚市裡面的這個叫貓店長 叫做頑昌 然後這個是 這是甜點店的 甜點店的 對 寵物 真的 然後還有有蛇咖啡 這個很特別 一般客人敢進嗎 像我我是不怕 可是有些人聽到這個字就不行 其實我們給他下一個標題 他就是跟蛇和解的地方 因為其實開這間店的 他是在台灣很有名的 就是有關蛇類的那個專家 對 然後他們開了一間這樣的咖啡廳 然後我會覺得他是跟蛇和解的地方 就是你一般的人 我們沒有機會可以很清楚的理解蛇的習性 其實他怕你比你怕他多得多 我們可能看到他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會害怕 但是到這個地方之後他是一個咖啡廳 然後你也可以付一點費用 進去他的蛇的房間裡面去做一些體驗 但是那個蛇不會自動來陪你喝咖啡 就不像那個貓跟狗服務一樣 當然還是有些人會害怕 但我觀察的經驗是很多人經歷之後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我跟你說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各種動物的人 我有一次去日本採訪 然後他們是有一圈的白蛇 他們是神這樣的 那我是不怕蛇到 我就讓他掛在我脖子上 但那時候掛的時候他是很溫順的 突然之間他開始扭動 我就把他丟到很遠 然後當時那個廟方的人就是一陣臉親 就是你怎麼把我的神給丟到地上去 然後我就摸摸鼻子好愧疚的趕快出來 我就很怕有報應 但我真的覺得因為他是冷血動物 所以他皮膚尤其是在夏天摸血的時候 冰冰涼涼 超舒服的 沒有人跟我有同感 但我覺得有一個非常特別是胡蒙店長保利 這個胡蒙在台灣可以養喔 可以可以現在可以申請 然後你但是就是要登記了 他不是保育類就是了 他反正現在動物都是會受管制的 但是他是跟貓一起生活喔 這麼多貓 其實他我去看過之後 我發現他的習性跟貓好像喔 是吧而且那兩個大眼睛也太搞笑 就是大家看過那個馬達加斯加 對對對 然後他們也是那個用貓殺一樣 也用貓殺便便喔 也用貓殺 然後只是他們有一個很特殊的習性 他們很喜歡看到洞就磚 所以你嘴巴不能夠 這個也會鑽進去 真的嗎 看這個是他找他爸爸的眼鏡是不是 不是不是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工作團 他是曲哥 他就是很想要鑽他的耳朵這樣子 這麼小的洞 他只要看到有黑黑的 對對對 而且他站立好可愛喔 這張站的照片真的太可愛了 那他有幾支呢 然後他會出來代客嗎 對他會 就是其實花東應該有兩三家 我記得是有養胡蒙的店 然後我真的在台北一家都沒看過 然後通常每一家店 他都有他各自的規定 然後像這個像這一家在台東的話 他是他出來跟你互動的時間是有限的 因為其實他們也需要休息 沒錯沒錯所以他有時間段 對他就可能就是 輪班子啦 早班晚班 他要放風的時候他會放出來大家一起嗨這樣子 所以去的時候要去對時間 那其實除了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主題 大家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可愛的柴柴 然後可愛的賓士貓 然後還有這隻叫超愛睡 可能就是就是各種各式各樣的 然後我們其實有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也會有那個就是美女的空姐退役了以後 帶大家去走花東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其實會有很多不同的分享方式 而且跟大家訴說了很多就是在地人的心情故事 可以深度來認識花東 我真心覺得其實花東真的去一次兩次是不夠的 歡迎每個禮拜都來 把你們倆累死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我們也仍然希望大家關注一下我們花東旅食護照 那麼希望你們趕快重啟爐灶 讓我們知道有新的表現 隨時來上節目 謝謝兩位 謝謝玄姐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來聽聽圖騰 所唱的藍天 四點六個拳主持的美食來哈拉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拜拜